驚險瞬間來看到發生在國道上 昨天晚上九點多一輛轎車行進國道 三號北上彰化路段 差點就撞上前方的事故車輛 幸好這駕駛是驚險閃過 但是下出了一身冷汗 根據瞭解呢 當時前方兩臺車發生這一狀事故 其中一輛是直接打橫在那次車道上 為疑似來不及在車尾擺上警示後置 就差點導致後方車輛 因此發生擦撞 車輛行駛國道 卻險撞前方事故 駕駛驚險閃過也嚇出一身冷汗 而仔細看黑色事故車有閃燈 但後方未擺放警示後置提醒 害路過車輛現撞上 警方表示事故現場 追台撞上內側護欄的救車 疑似先追撞黑色車輛之後 整台彈飛就橫在內側車道上 這時剛好有其他車輛路過 差一點就擦撞 最後緊急請來拖掉車 移走造勢車輛 在半小時後火速排除現場事故 追撞車禍發生在十七號晚間九點多 地點就在國道三號北上彰化路段 警方也提醒用路人如在國道遇上事故 應擺放警示後置提醒後車注意 預示故後無法 故障無法滑離車道時 應移在車道上後方一百公尺處 擺放警示標誌 如果是停移外車路間的話 僅在五十公尺至一百公尺處 擺放警示標誌 國道車禍駕駛皆無酒駕 造成兩車受損 幸好車內人員並無大礙 而警方表示如位依規定 在適當距離樹立車輛故障後置 可罰最高三千元以下罰還 至於真正事故原因 仍在進一步釐清 謝謝林玉峰 中華報導 謝謝林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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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林玉峰